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收看我们每周六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Enlightings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据统计 在美国学习商科的学生都具备三高优势 高水平 高就业率 高薪水 也让其在近年来申请热度上只增不减 今天就由Enlightings创始人 资深升学顾问Ben老师 来跟我们谈一谈针对商科专业的分类 高中期间学习商科有哪些利与弊 什么样的学生适合选择商科 和高中规划中的注意事项 并且毕业后的发展将会是怎样的呢 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 可能还不了解Enlightings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 天赋 价值 目标 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 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 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是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高中和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 职业规划 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 SAT ACT考试培训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学校的学生 包括南湾 东湾 三藩市半岛 Sacramento 南加 还有西雅图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 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 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 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 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如果大家在讲座期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Chat功能里打出来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问答环节 尽可能回答大家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因为讲座时间有限 收到的问题会按照先后顺序回答 建议大家尽早提问 好的 那么下面就有请Ben老师 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 谢谢艾莉的介绍 非常感谢大家在周六晚上 和我们一起来一起学习 这个美国大学的一些变化 特别是疫情期间 这个变化确实比较大 我们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机构 包括我们的同事 最久的一个有13年 依然是花很多时间在学习 因为不光是政策的变化 有一些政策是深远性的 你比如说一会儿我分享到的 SAT ACT这种 今年很多学校都决定继续沿用 Test Optional 很多东西我们都在学 包括今年的录取趋势 非常非常惊讶 让我们之前还曾经预判过 国际学生的大量下降 会导致这个美国一些大学 申请的录取率上升 实际上是反的 国际学生确实下降了18% 特别是中国籍的 但是呢 没有遮挡住 大家对名校的热情 反倒是申请人数达到历史最高 哈佛申请人数的话 比我去年是多了47% 一会儿有一个新闻 给大家看看更惊讶 然后第一步呢 我们还是讲新闻为主 因为不管孩子是在哪个年级 还是已经是马上11年级 12年级 我觉得关注教育方面的新闻 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你只有了解 这个教育行业的最新动态 才有利于你对孩子未来 做一个合理的判断 而不至于像一些家长 还是用过去几年的思维 甚至我们一些同行 他会用一些过去的思维 去来判断未来 这是很难的 因为这个疫情的 让整个格局最大能变化 今天先分享教育新闻 第一个呢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他国际人数申请暴增50% 这个比较有意思 就是很多大学 他会告诉你申请人数暴增 但是没有会说 会公开那个申请人数 因为现在RD已经过去了 就是他比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50% 大概只有1万多个国际学生 这里边 他没有告诉具体国家的分布 但是很明显你能看出来 国内的形式呢 是今年国内很多的申请人 国内的两极分化 比美国要严重的多 所以在国内一个现象 孩子们在北京上海 这两个地方 还有杭州 这三个城市的国际教育最高级 可能有些家长 他国内朋友比较多 或者是本身就北京的 北师大 北师大实验 这个学校呢 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 录Top30啊 这个应该是过去两年前的行为 今年更夸张 他们的学生 当然学生这帮苗子 本身就是清华北大的 然后只是出国 这个路径而已 然后他们的培训资源是最好的 他们基本上托福在平均115左右 所以这个成绩是很多 native speaker拿不到的 所以就讲 给大家讲的一点 就是今年申请人数暴增 特别是国际学生人 申请暴增的 是名校 排名越高 申请数越增 然后本国的 这些收入 还可以的 家庭也会依然选择 申请这种非常顶级的名校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 今年SADCT的淡化 会增加他们录取的概率 因为出了亚裔 别的族裔的整体 SADCT分数就是低的 所以今年造成了一个 大家都没想到的 困境 不管学校多么危险 不管疫情怎么着 大家都在抄底 因为大家都看好 这个资产的保值度 所谓的资产就是教育投资 然后第二个呢 上个礼拜 陆续有收到 一些UCB的学生通知 但这些家长不用担心 不用panic 如果你这 顺便有那些妈妈呀 或者朋友圈 或者家长群在share 那是因为这些孩子呢 他是 他是Region Scholar 就是这个 在UCB每年都有 大概是有 2500的奖学金 这些学生都是相对在 整个UCB录取人里边 比较优秀的 而这些孩子呢 基本上是 也会生疼孝 或者是 Top10里边的一些TopSchool 所以 家长不用恐慌 我们今年呢 有一位女学生呢 是在南湾的 她拿到了Connor的走路 所以她也看不到 UCB的 因为她会继续 所有的这个 其他申请 因为你的early 一旦录取了 你别的都要 但是我们其实之前就知道 我们今年的学生的 这个caliber 没有到这种Top10的级别 所以说 家长不用恐慌 这个收到offer只占 UCB录取人数的8% 还不到 就接近8% 是录取人数 不是申请人数 所以家长不用担心 还有92% 会录取收到 会在4月份 然后UCB 这个新闻呢 可能比较小众 因为我知道在座的家长 可能有很多是国际学生 或者在外州 他不一定非要去UC Berkeley 对吧 但是呢 UC Berkeley是我们 湾区最受欢迎的学校 性价比最高 各方面 就是总体非常强 所以我们要重点说一下 UCB呢 有个计划 可能很有可能实施 按照现在政治气候呢 应该是会实施 他是干嘛呢 以前UCB有两个计算机的项目 你申请到工程学院里边 那个EECS 那个非常难 非常难进 但是如果你高中时候 没有申请进 你不可能再进去了 就impossible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很多学生 走的一个路径 我们去年 还是前年 有几个女生 都是在计算机竞赛 拿着金奖 或者是有个白金奖的 都拿到 都是走这个策略 他们呢 虽然喜欢计算机 但是不是那么喜欢 就想double 又不想都是工程 所以他们就选择了 进UC Berkeley的 这个文理学院 然后在里边 再转到CS major 这是另外一个路径 因为你即使你在申请 高中申请的时候 declare你是计算机 CS 实际上你录取的是文理学院 是UC Berkeley文理学院 里边有别的专业 有经济 有生物都在一起 还有英文这些专业 还有计算机 它属于那个 那个人文学院 人文科学教育学院 所以这个政策呢 是要改变这个 他是说 学生太stressful了 然后呢 我们希望在高中 升大学这个阶段 就直接录成CS 文理学院的CS 不需要再转了 因为他发现 其实呢 我们 我们如果做这行 比较久的话 你读这个意思的话 结合家族的政治气候 他的潜在的就是 internal transfer 你要看GPA UTGPA 而你能看到 绝大部分的转进CS的 就是华人和印度裔的 他会说 他在官网上有 就是华裔和那个 南亚洲裔 其实就是印度裔 我这边不太懂啊 因为这个地理知识 我没那么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叫印度裔 他叫南亚裔 可能包括了巴基斯坦吧 反正很有意思 他这个政策 好像意思就是 这个的CS的major 里边的分部 太偏亚裔了 少数族裔进不去 比例非常少 全是个位数 呃 在高中的时候 他能下手 因为一旦到了 UC伯克里边 他三节课 61A 61B 还有另外一节课 这三节课加起来 你平均GPA 3.3以上 你就会录到UC伯克的CS专业里边 就这么简单 但这课超级难 我们学生跟我们的描述是 基本上一两个周日结束 一大半人已经上了这个课 非常难 这课就是这么难 他不难的话 没法晒足够的学生 而且本身那些亚裔学生 在高中阶段 就就积淀了足够的 这种foundation 所以可以 所以这个政策的家长 我觉得如果你还要学4S 你要留个心眼 要看一看 因为在高中深大学 这个阶段上 有些money是可以做的 你的族裔 你的家庭受教育背景 你的收入 都会做一个factor 很明显 我们今年有一位学生 是日本籍的国际学生 他在东部读一个私校 成绩不是特别好 但是理工快不错 只有3.2左右的GPA 我们这位学生呢 录到了罗特斯特大学 美国前三十的 罗特斯特大学 计算机系 这个我们当然 我们要邀功啊 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工作 给孩子 但是我们也知道 因为这孩子是日本籍 这个包包很大嘛 虽然孩子本身 各方面很优秀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华裔 不管是国际生 本土学生 你想进罗特斯特 这种级别 前35前30的学校 3.2是绝对不可能 至少3.6以上 但是呢 就是有些factor 是在本科阶段 可以做动作的 然后第四个新闻呢 就是越来越大学呢 继承了去年 test optional政策 就是SAT ACT你可教可不教 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呢 你像宾大 我们刚提到宾大 宾大他本科生里边 提交SAT的大概在70% 1D里边 70左右吧 距离数字基本清 就是65到70 所以说还是在教的比较多 但是不教那帮人呢 你如果是华裔 我觉得还是要教 因为华裔本身考虑比较多 而且这个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strength 但是整体的性质 对我们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个标划已经在淡化 然后最后呢 我想着重讲 就是comap最新文书的改动 这个呢 为什么要讲呢 是因为所有的家长在做的 只要你要申请美国大学 一定避不开comap 这是一个系统 所有的 有900多大学 就通过这个系统 来完成它的申请 提交材料 填表 写文章 上传 视频 音频 还有画画都是在这 comap系统 然后呢 它原来是有这几个题目 只要选一个就可以了 只要写650字 然后呢 它原来题目的话 用的最多的是你自己选 自拟 然后自己成长 反正就这些 然后呢 它把第六个题目 换掉了 这个题目呢 就是讲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它原来是这样 我们把它弄的比较经典一点 因为讲座时间比较短 我们不希望走细节 就是原来的题目是描述一个 你要解决或想要解决的问题 说白了就是 检验一下你的解决问题能力 然后最近这个题目呢 我觉得特别与时俱进 符合现在这个 疫情下的状态 就是这国家比较分裂 大家一点不合 或者是这种距离 让大家产生了不信任 新题目就讲究的是感恩 就是感恩的心 就说 你要回忆一下 谁帮过了你 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改变你的生活轨迹 甚至你要写个这个 这是LIT 这是他人的 大家看之前的题目 没什么讲别人的 全是我 我多优秀 我多牛 实际上就像一个Sales一样 他在推广自己 我觉得没有必要 感恩很重要 可能这个社会比较缺失的吧 我觉得这个题目 真的是挺好的 说明美国大学的 他整个招生理念 还是比较以人为本 因为一个社会 如果大家都变成 精致的利己主义 那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对吧 只有互相感恩 appreciate你的父母 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 你的同学 甚至一个陌生人 对你的帮助 这个社会才会更和谐一些 对吧 然后呢 给大家一点互动 我其实想通过这个 来了解一下家长们 对这个升学知识的了解 因为每一次讲座 家长的程度都不太一样 这样有便于我 接下来的时候 讲的是浅一点 还是深一点 首先第一个问题 加州大学系统 总共有几个分校 本科和研究生都算了 好 只有一个家长说错了 说九个十个的都对 因为呢 九个是本科类的 十个呢 包括了加州大学三番分校 那个只有研究生院 就是医学院和药学院 所以打九十个家长都对 然后问一个 稍微难一点的问题 长城藤名校里边八所 有几个在本科提供 商科专业的有几个 长城藤里边有八所 哈佛耶鲁 那个那个普丁斯顿 这个都有 家长可以提供一下吗 就打一下 你认为八所藤校里边 有几所本科可以学商的 目前有一位答对的 好 只有一位家长答对的 但是答案是两所 是两所 好 谢谢家长 这个互动还是很好 谢谢家长 然后呢 只有两所 只有康奈尔和宾夕坊 尼亚大学的沃顿提供商科 其他的所有的藤校 本科是没有商科的 他的研究生或许会有 哈佛有商学院 全美比较topped 普林森根本就没有商学院 耶鲁的商学院 也是只有研究生 才有NBA项目 但他的NBA偏公共管理 康奈尔有 康奈尔的商学院非常神 就这样说一下 他商学院叫Johnson商学院 但他下面有三个学校 一个是酒店管理 一个是偏理工的 就是偏经济的 一个分析类的 另外一个就是 只给研究生的 很有意思 另外呢 沃顿商学院 他的学历毕业了 不是商科本科 他是Bachelor of Science in Economics 他实际上经济学学位 所以我在想 Elon Musk 可能他当时就是在沃顿 学的这个学位 我一直以为 他学的是理论经济 他不是 他好像就是商科 他是沃顿毕业的 然后学的物理 当时我记得是double 那这样我就知道了 家长基本上 还是比较了解的 那我就讲的比较中间吧 因为只有一个家长 答对的最难的那个问题 那有些common myths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很多家长会confuse 包括我当时读书的时候 十几年前吧 我对经济和商科 我是觉得这俩是一个东西 实际上不是 商科和经济呢 区别比较大 经济学 你本科毕业的话 你是将来要读博士的 他没有硕士 我现在稍微插播一下 有个家长问一下 MIT本科的商学院吧 他这个比较复杂 我就跟你讲 他不叫商学院 他的商学院是研究生院 但是他本科可以拿 他也不叫商科 他叫course 15 就你拿这个课 里边有三个商业 商科的分支 你可以去拿 谢谢我们接着讲 然后econ将来就业 非常窄啊 要不你走教授 走科研 写paper 要不然呢 你就是数学特别强 你将来走那个建模 去走金融方向 这是我当年本科学的经济 我们学同学的走向 我后来才知道 经济学是非常理论性的 一个学科 里边分支非常繁杂 但是呢 有一点要求 数学又特别强 而我数学是不那么强的 我没想到经济学 这么考虑数学 因为我当时上了那个 宏观和微观之后呢 我觉得经济挺有意思 后来发现不是 但是他这个数学的预测 然后那个business呢 是动手能力比较强 比较实践 就是我们今天 经济重点讲的 他呢 怎么讲 就是和现实结合比较紧密 属于一个显学 也是比较务虚的一个学科 没有特别强的一种公式啊 formular 更多的是概念 然后具体是讲应用 因为还是那句话 学econ 你发表一个paper 经济 我认为啊 就是依康学的好的 paper你拿都为了讲 商科没有别的 你沃顿比也没有用 你还是给伊拉马斯克打工 你还是给马云打工 对不对 就是没有意义 商科就一点 你的财富 你创造的价值 非常简单 然后另外一个 undergraded business versus MBA 很多家长就是 我们家长分三类啊 一种的是非常非常advance 他本身在科技公司里边 做高管 他们就说 我们印度的那些老板 我的上级 他们就是本科CS 化学工程的药学 然后呢 读了个MBA 然后将来就现在做高管 我现在给他打工 我现在是principal engineer 或者是我是middle manager 但是我没有学MBA 这边给大家讲一点啊 每个家庭诉求不一样 我认为呢 孩子的成长路径不一样 他的爱好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 这个社会永远是金字塔形结构 不管任何一个行业 你想做到他 那是男生向来 你需要名校的背书 你需要个人努力 你需要机会 很多东西因素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告诉他 如果孩子 在座家长里边是硅谷的 一个趋势就非常明显 现在走的路径呢 孩子如果将来想走管理层 想走创业 想发展比较好 本身能力比较强的 本科我还是个人建议啊 走理工类的 硬科学 就hard science 然后呢 工作几年之后 做产品经理 或者是做一些自己创业 然后接着一定的阅历和经验之后呢 再去学一个 前我前十的MBA 这样结合比较好 因为我本身 我读过一个硕士的商科项目 我的同学一半是MBA的 有在Johnson Johnson学医的 学药的 然后呢有更好可以的 我会发现 当我在那课堂 和他们沟通的时候 那些有过实践工作经验的 他的那个知识储备 和对行业的理解 会让我瞬间 能够短时间了解一个行业 而且他们解决问题的 能力非常强 为什么 他们是时间中筛选出来的 而本科学上 有唯一的弊端呢 就是孩子可能 他的 他仅次于在 在网上开个网店 可能规模也比较小 因为客人比较重嘛 或者是打个工 工作一下 就是比较难 有这种实践经验 去参与到课堂讨论 因为商科的最大一个特点 他讨论base 他上课主要是讨论 老好的教授 上课是不会给你lecture的 他会让你们involve 去talk 他像一个主持人一样 让你们讨论的比较激烈 在终那给你们引导 这是好的商学院教授 这点的话 我也可以加上说一下 为什么这个topic 我来讲 我上过全美最贵的教授的课 我当时那个硕士 那个老师一年是70多万美元 他是全美当时最贵的 商学院教授 他只讲讲课啊 不讲那种投资类的 实际上收入最高的呢 是耶鲁大学的商学院的 这个系主任 因为他负责管理耶鲁大学的 那个校友捐款的那个基金 那他有分红嘛 他大概一年是200多万 还是100多万的那个收益 那当然比起那个基金来 就是九龙一毛了 但是我那个老师呢 是一个印度裔的 他本科是在印度图的理工 然后后来在美国做MBA 但他教育能力特别强 他教EMBA 他也教我们 所以我跟他上过课 我知道他的水平 然后呢 我我也上过那个沃顿商学院的 还有哈佛商学院的两位教授 他们都是在非常知名的 那个商业杂志里边 40岁以下 40个最优秀的商学院教授 里面他两位都有 所以我在这儿是分享 我的上课的经验 我对这个商业的理解 跟大家分享 当然很多家长 有可能你本身就是MBA 我这边也不是班农诺 我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 clear sense 你们对上课的理解 我希望通过这一个讲座 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楚的 一个构架 然后第三个 这个需要一点点互动 我们第一个问题 Business适合性格外向 还是内向的人呢 这个一会儿说 我想 我想去第二个问题 家长如果你认为是yes 你就打一 如果你认为是no 你就打二 就是商科专业 毕业很好找工作 一辈一辈 我觉得家长还是比较懂行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现实 我们之前发的篇文章 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家长 肯定知道 我们那篇文章讲的就是 美国大学学的最多的专业是Business 所以从就业角度来讲的 有好有坏 坏处呢 就是学Business最多 他到市场上人也最多 那这个缺口的话 他相对的供给也比较大 所以他没有太多的优势 他不像学计算机 整体人数特别少 对吧 即使计算机现在很多学校都在开 他还是少 包括那些比较难的学科 对吧 生物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不确定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让大家比较清楚的 商科是个非常务虚的行业 你的排名非常重要 CS不是 如果这个孩子呢 他真的想追CS 想赚多的钱 本身喜欢计算机 他成绩一般 他可以去个排名七八十开外的 工程学院里边 学个CS 当然在里边学的 本身比较好的 他就业 他毕业到硅谷来边上班 他起薪可能10万 8 9万 十几万 根据公司的size 然后整体加起来在15万以下 那你MIT毕业的 其实就15万到20万之间 它差别不是很大 然后你将来的发展 就看个人的这个技术精进 看你是不是走管理岗 所以我们想告诉家长 就是商科这个专业 它其实比较confusing 因为它里边太多分类 一会给大家看看 你就不知道它多复杂 它适用于每个学科 它同样也不适用每个学科 因为所有的岗位里边 都需要商科的人才 去提供它的管理效率 去创造更多价值 但同时呢 如果你作为一个商科的人 你本身没有太多的行业背景 那你可能你的就业就很受限 特别是一些高新的行业 咨询类啊 金融啊 名校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你没法判断这个人 能不能赚钱 对吧 他没有考试 没有那种像CS一样 给你个提 给你个给你个算法 你去解 对吧 给你问题马上写个程序 他没有 你不能说我我讲的好 我就能去讲 也不是有一定的因素 他实际上就看排名 而这个排名 一会给大家看 他非常非常虚的一个排名 他没有那种hard code 但是呢很现实 就是当一些大公司 他他每年有100个工作岗位 商科的 他有一万个人申请的时候 他没有好的指标 他就靠排名 因为他觉得大学 已经给他筛过了 至少这班人的话 已经是名校家书 他很强 所以商科这种户序的专业 还有包括英文 非常需要名校背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sadly的truth 因为名校很少人能去 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然后第三个 business专业很容易混 因为我读过 我在经济学里边 我的专业课 我的成绩不是很好 我数学不好 因为我只上微积分的1 我2和3都没上 所以说就很吃亏 但是那个 当时我那环大学呢 他允许我去上这个课 因为有文科的经济 但是我就吃亏了 实际上我后来发现 你如果积分学的不好 你上课很吃力的 因为他全是靠推导 所以我就去顺便 拿了几件商学院的课 营销 Finance 当时那教授MIT的 说实话 商学院教授的话 他的学历背景 和教课能力差太多了 就像我那个印度裔老师 他70多万的工资 当时已经四五六年前了 我认为他将课是最好的 因为他让你思考 虽然他有口音 我那个MIT教 金融的教授教的非常的差 就在天天骂 这个人不行 那个人不行 就骂他的这些同学 谁不行谁不行 好像他可以一样 就这种就是很 就他讲的也不好 所以说家长在选择上学的时候 我觉得更看重资源 教学质量 说实话 你还不如去混到斯坦福 上学院里边 听听那些大佬们讲 讲一讲 他的创业经历更有价值 看看书都给你个强 但是没办法 你如果学上课 你必须需要这种营销背书 需要一个network 需要这个这种training 因为你和比较 Tout的学生在一起的话 你的那个思维 会被激发的稍微活跃一些 因为毕竟那个 SAT分数在那摆着 GPA在那摆着 他已经选出一批很聪明的人 然后呢 第四个 讲到CEO必育学商 这个呢 是我们最近发的一篇文章 福布斯杂志 他research了 在美国财富500 财富500墙里边 前100名的CEO 他们的教育背景 基本上他们发现是 有主要的是学理功能 然后呢 有大概三成多是学商科的 当然了 这个呢 是过去史上 那些CEO有可能60多 60多也有 50多 40多都有 所以 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 而你要往前看的话 我个人认为啊 现在规伍高线公司 像谷歌 像微软 西雅图的微软 像那个甲骨文 这些大公司做的比较好的 又比较好的啊 他们CEO来都是本科理工类的 然后呢 研究生独立MBA 还是那句话 家长的诉求不一样 金子塔尖 如果你真的是孩子有那个天赋 那么top的话 这部分人是这么看的 但是 我们接触的学生 包括我们今年和过去几年代的学生 大部分属于普通人 他属于这个 我觉得在硅谷过的就很开心 或者在加州 他觉得他的职业中期 薪资在十几万到二十万 他们觉得就很好了 就他们也过得很开心 就每个人追求不一样 我给大家讲的是不同层面 因为一个讲座时间很短 我想我面面俱到很难 但是我尽量告诉大家 我们不认为名校是孩子无一的出路 要根据孩子本身的这个状态 我就蒙蒙还认为 我们认为进步本身是教育的核心 就你的孩子在原来基础上 有个提高和进步 我们的努力 家长努力 这是我们追求的 然后这个我觉得宾大的商学院沃顿 他说特别好一句话 就是说沃顿的教育 将帮助学生 将兴趣和学术的热情 转化成职业的发展 这话说特别好 就一言以蔽之 我们需要能给带来什么 你的兴趣 你的学术能力也放一起 第二个话 我觉得有点low 这么好的学校不应该 就是说你在我们沃顿毕业了 你就找着工作毕业的学校强 就是很早以前 我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时候 老板就说 你不能靠打压对方来提 来promote自己 那让你更low 对吧 你怎么知道你比别人强 你要别人强 你不需要你说 你需要别人说 所以我仔细读一下 这个沃顿的一些问题 因为讲到之前 我们要更新嘛 因为每年学校都会换 我们就看 发现沃顿整体的 现在这个宣传口径 太像销售 就这么好的一个学校 你要是觉得 我们最好 我们最好 别人都不如我们 相对low一些 说实话 后来我也从 这个我们一个教授 他是在 他叫沃顿的EMBA 他是以色列人 他创业 他也投资 他也教我们这个项目 也教别的 他反馈就是沃顿相对比较官僚 就他们整个管理团队 和教授是脱节的 后来我想很吃惊 一个商学院最好的 这个大学 竟然不用商学院老师 给他做管理 而是请了一帮 比较他们 老师自己的话 比较腐败 比较僵化的一批人 但这就是现实 这个外行指挥内行 不光在中国 美国也有 美国大学双科排名 加上比较关心这个 我给大家一些直观的印象 这个是US News的排名 他上科分了很多排名 我们现在总体的 沃顿 就是宾大就是沃顿商学院排名第一 你看他的学费 大概多少人在注册 再给他不要被这个人数给镇住 他这个人数 是整个本科的人数 不是说商学院 他的区间 然后MIT排第二 刚才家长问了 MIT他是有上科 他不叫上科 他叫一节课 这几节课你上完你就上科了 所以MIT是非常trade的 MIT还有人类学专业 家长肯定不太清楚这个事 然后UC Berkeley 这个大家比较熟排第三 哈斯商学院非常好 第三 密歇根大学 这个我一会儿会重点讲 非常上科非常图书的一个学校 纽约大学 很多大家喜欢 很多孩子喜欢大都市生活 在美国能教堂大都市 也就纽约了 然后UT Austin 这个学校是不太喜欢加州的公民的 如果您是外州的话 欢迎 我们今天有个学生 成绩不是很好 各州的 也录到了UT Austin 但是不保证地专业 需要再转 我们也是和他在讨论 到底是去别的地方读个理工呢 还是在此刻读这个 Austin的这个商学院 因为在本地很好就业 然后CMU 卡内金美龙商学院 非常不错 就是比较技术 技术要求比较高 康奈尔排第七 所以很有意思 就家长千万不要以为 排第七的康奈尔 他就是商学院比较弱 他好生 这种学校像所有的藤校 前十五 不光是藤校 他本身录取 已经已经把百分之九十五的 九十九的学生给刷掉了 就商学院对象来说 本身没有异 你像MIT 你说申请MIT的计算机难 还是那个人文学科难 一样难 他学校本身就已经很难了 然后另外一样 看一个很有意思的 商科的一个分类 大家看这个排名 UT Austin排第一 杨曼汉大学 就这个学校呢 是主要是摩门教的 他是杨曼汉大学 学费很低啊 五六千 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 有些同学家庭条件不好 他们就选择这个路径非常便宜 便宜的吓人 因为这个教会很有钱 然后UIUC你看 这也是美国商学排名 为什么这边除了宾大排到第四呢 大家看为什么 这是我选的是会计 会计是个非常神的专业 就是会计呢 他的工资上限非常明显 当然就业也比较稳定 所以呢 反倒是顶级商学学会计的少 因为他投资回报率相对 就是会计不管你是什么学毕业的 你就是哈佛学的数学 你考会计也是一个标准 你要满足研究生 那个级别的学分 才能去qualify考CPA 就CPA是会计里边 比较明显的一个门槛 他和金融的CFA不一样 金融里边是看你投资回报率 而不是看你拿着证 CPA不一样 CPA有点像那个 律师资格证那个bar 你有的话才能去做这个CPA 好像很有意思 就是商科大家排名要看 有些孩子性格比较温顺 他就不想操心 就想工作和自己爱好结合 我觉得会计也不错 因为之前过去 我在一些家长的回答中 我这人比较激进 我经常就是 总是把家长想成那些 特别机械的家长 把孩子都培养成鸡娃 要去特别烫 但这两年的话 我们自己公司运营的话 我们也找找自己定位 我们还是帮助 需要帮助大多数 因为这些才是常态 就像我自己的那个教育背景也一样 我太理解就是 学习一般或者身上 慢慢提高进步这种成就感 包括对于人生的改变 和那些本身可以赚一个亿 后来赚了两个亿 没有区别 我觉得没有区别 就是他的进步幅度 不如这些本身 读大学都费劲的孩子 读大学找了很好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更有意义 而且这市场够大 够大 因为所有都在打疼笑疼笑疼笑的时候 没有意思 大部分人们是被忽略的 还有一个排名很有意思 就是楼子这样就说 哎呀这学校够不着 也够不着 那怎么办 就是我们孩子还是对商很有兴趣的 有一个排名是那个金钱杂志 Money Magazine 他们做了一个排名 他们是比的性价比 就是你的学费和你的毕业起薪 在他们排名里边呢 纽约一个名不见见站的 那个City College 他也是大学 四年之中大学 在华尔街根上一个大学不大 他排名第一 他比IBT都高 比什么沃顿都高 第二名是Barbertson College 是创业排名第一的一个学校 那个学校是没有综合排名 他有区域排名 但是学校创业学一直全被第一 然后第一个学校呢 那个小个中学校为什么排第一呢 因为他学费非常便宜 除去反正说8 还有奖学金 他的学费一年不到6000好像 然后他的毕业起因6万多 也不算低啊 就是你在商科里边 MAT也就8万多 他6万多 所以他的投资回报率最高 所以家长不要担心 你的孩子即使成绩可能3点几 3.5以下 但是对商科比较感兴趣 那照样很有很好的选择 这个具体的话 我们可以私下再聊 然后第三个排名有意义吗 我刚才提到一点 商科非常有意义 特别是家长比较董华说 我听说咨询行业很赚钱 MBB吧 麦肯锡啊 Boston Consulting啊 还有那个叫贝恩 这三大咨询公司 我实际上实话告诉大家 这三公司 他的招人的时候 真的是看学历的 就是他 他有这个preference 他认为Tier 1的 就是那些大唐 你可以是本科是文科 或者你上学院的 但是他一定要看排名 就直加开大学 在他们心目中是Tier 2 甚至 咨询行业 咨询行业是笔实点非常明显的 金融也是金融的话 反倒是纽维大学比较占优势 就是商科因为这个东西 非常难 measure你 你真的是有这个价值 就举个例子 美国的一些大的基金 可能多少亿财产 侨水基金啊 或者黑石这个东西啊 你举个例子 在一个疫情不确定的时候 一天 把家长您和这个 那个什么 Reed Dalio换一换 你做一个判断 你随机的判断 你的成立不会比较多少 投资是个很tricky的东西 就是商科很难界定 谁成谁不成 对不对 包内当CEO的 达到一定程度 那他们一个decision 举个例子 现在苹果 那个他们 他们到底是要不要搞 这个电动车行业 就这个东西是50 50成50不成的 这个时候你说商科毕业的 他怎么界定 没法界定 所以因为商科是一个 针对未来 创造未来的项目 所以台名是 所有的招工招工单位 和那个大公司 唯一可以用的东西 因为他不太会看GPA的 但你如果学理工类的 和硬的科学类的啊 GPA非常关键 这也是为什么 商科实际上是 美国大学里边 GPA最好拿的一个专业 咱说的整体啊 不是光说沃顿MIT 是说整体美国的 所有专业来排的话 他们有这么一个research 商科的GPA是最水 回到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我的依康GPA不高 我的商权的GPA非常高 因为确实比较水 而且本身我们家做生意的 从小耳濡目染 然后我基本上 一个common sense 我写的statement 当时英文也不好 十年前写了就比他们好 因为老师看的是你的insight 所以很有意思 就是排名有意义 如果您的孩子真的是 学术技术比较强 你盯的是名校 排名很关键 但如果您的孩子是 比较普通大多数 那商学院的话 其实很多选择 然后如果你的孩子成绩很一般 你担心他毕业都困难 那你就选一个比较弱的学校 学商科 你毕业也很容易 所以商科是个非常神的 神的专业 商科领域细分 这个呢 给大家看一看 家长们比较喜欢的 加州家长比较喜欢的 这个伯克利 伯克利的话 他有四个Path 去学这个哈斯 大部分人进去呢 是通过第一个 就是你进去的话 是先生 UC伯克利 你进的 你继续说你身上课 你也不是上课 你去的话 要重新修课 修够课的话 GPA够了 要去申请 要重新写IC 这个通过率也不是很高 录取率也不高 大概百分之十几 直入的只有底下的三种 MET Program 这个每年只招20个人 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20个人 他呢 就是介于 管理 创业和科技 特别符合硅谷的气质 这个专业招的人非常少 所以大家就可见这个难度啊 他和申请普通的UC伯克利 数学专业不一样 然后这个呢 我们在两年前 有一个印度女孩 录到这个项目 叫Global Management Program 这个是保证 你能进哈斯上学院 你能进伯克利 就进去哈斯 这个项目的主打 这个孩子的Global Experience 就这种孩子 当然是喜欢做跨国公司贸易的 他对这个国外啊 对对艺术文化比较感兴趣 所以这个专业呢 就是他要求不太一样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生物加Business 就是生物 生物是UC伯克利里边 平均GP最低的一个专业 三年前我看的数据是2.8 非常低 所以家长要甚至优胜啊 这个非常非常难 这个呢 是呃南加大的一个分支 你看一个南加大厂学院 他分普通的BA学历 还有这个 他们的呃会计学院是单独的 是会计学院 然后呢 还有World Bachelor in Business 这个和伯克利这个非常像啊 就讲究Global 就是那个国际贸易这一类的 然后呢呃 死故那Cinimal Arts 当然呢 你大家知道南加大和纽约市 包括UCLA这三个学校的那个导演啊 和那个影视娱乐行业特别强 南加大就在那个好莱坞周边 所以他们是有那种联合的项目 商学院加这个呃 这个就是Entertainment 反正都有 然后包括CS加Business 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呢 这是过去五年五六年来的趋势 因为科技行业 不光是在股票市场 兴风作浪 然后占据了大量市值 他们也改变了所有的行业 疫情让这些所有的大公司 把他的触角呢 伸到了这种无所不至的行业 普通传统行业都在破产啊 充足啊 他们在不同的增加自己的这个收入 把传统行业在颠覆 所以呢 大学也是比较反应快 因为他为了培养未来的人才 他们需要与时俱进 他们呢就做了很多项目的改变 比较顶级的上线 都有这种跨学科的结合 大家能看这个趋势 当然了这个USC的录取率呢 是比伯克利要容易一些 嗯 这个呢 是呃 沃顿的 沃顿呢和工程啊 和这个国际关系啊 和这个Nursing 因为宾大有 有单门的那个护理学院 我们在三年前 Limberford有个女孩进了 我觉得他如果今年 肯定进不去 或者去年 因为真的每年在增长这个趋势 那个还当时没什么活动 就是在医院里面做volunteer 没了 但是他特别会考试 他所有的AP和ICT都是满分 所以这个点我觉得可以突出 但是现在 我觉得已经没戏了 这两年变化太大了 然后这个是生命科学 然后这个呢 是我在某个知名商学院 网站上楼下来的 他呢是我认为啊 虽然我学了很多商科的课 我认为他已经是我 我见过最复杂的了 就是他的分类 分类上非常非常 如果对商科真的很有兴趣的家长 可以截个屏啊 他的细分就比较具体了啊 就意味着你的孩子将来毕业 也就是这个行业能从事 会计 银行 品牌管理 这个我当时在纽约上过 课就是说白了 这个是赚有钱的钱 给公司重新设计个产品理念啊 slogan这个 这个实际上比较文艺啊 但是赚钱不少 我们那个教授就专门干这个 然后BA这个是比较技术结合的 然后这我就不一一过了啊 有几个给大家点一点啊 就是比较少见的家长知道 就是精算这个专业 很少有学校有 精算纽约大学有 然后呢 还有那个 sustainability 就是新能源啊 这个和政府有关 如果是民主上台 这个行业肯定会大量发展 包括新能源这个也有 就是还有这个 纽约大学比较神的一个啊 他有这个 他不叫专业 他叫concentration 你可以学这个奢侈品管理 这个就比较tricky 就是疫情初期呢 奢侈品是受打击最大的一个行业 在在中国找个地儿 中国的话 如果大家有微信的话 你会经常在微信文章底下 看到LV啊 什么哭泣这些东西 在卖 你觉得很神奇 怎么会和结痕呢 因为因为疫情 市场店不开 这些店以前从来不开网店 或者他网店也不怎么卖 但是呢 疫情逼得他们 结果中国成了最大消费市场 很神奇 就是疫情还是一句话 疫情让中国和美国 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有钱人更有钱 呃老百姓 用老百姓来 而这个呢 给大家一个剪剪板的 因为我这人讲的喜欢给大家 讲的简化一些 因为毕竟大家听这么多东西的话 很会晕 就是你看到所有的这个 这几个main concentration 这几个商科的主要的呃 分类 他实际上就代表未来走向 最高你能走到什么程度 那你走管你的话 你肯定最高岗就是CEO呢 当然CEO你也可以是小公司大公司 你像我们公司小公司我也可以对吧 但大公司的话就不一样 大公司的话 他们代表的是年薪 可能从十几万几十万 到几千万上亿美元都有 这个是不好说的 还是那句话 金字塔 金字塔结构 是人类社会的一个 一个虽然不正常不合理 但是比较自然形成的一个结构 然后finance做CFO 我这个排位是有原因的 一般做财务规划的 投资的他们是排第二的 他们非常重要 marketing和operation 这俩很tricky marketing呢 很多孩子会喜欢marketing 但是我建议家长 要慎重啊 除非你们孩子 真的是那种创意人才 很有天赋 marketing不太好找工作 它是属于business里边 本身比较虚的里边 更虚的一个 因为你marketing的话 你是文字能力比较强 还是你设计感比较强 还是你数据分析能力比较强 marketing不是你说的 我要搞一个广告创意 我像导演一样在弄 不是 它需要很深的专业知识 就是你是能做视频吗 还是你是能文字很好 做那文案 做那种广告词 还是你本身的设计理念很强 就是marketing非常虚的一个行业 就是很难记得你强还是不强 和技术家很像 然后operation呢 这两年学的比较多 学博士比较多 叫叫运筹学 在博士这个行业里边 主要是运营管理 这个非常重要 任何一个公司 都需要运营的人才 因为每天的运营是日常 而营销呢 可能是阶段性的 财务呢 也不是每天的 对吧 所以这个运营呢 我觉得适合那种心思 特别缜密 特别严谨 时间关系特别强的 我就不适合搞这个 但是有的孩子特别适合 举个例子 我们有些家长 就是在聊的时候 一块全家出旅行 他们家老大或者老二 全盘负责家里边的行程 哪天几点到哪 去租车 取东西 安排酒店联系 有些孩子有这个天赋 这种孩子呢 accounting和精算 还有这operation非常适合 如果你认为孩子 想挣大钱 有那种领导力的潜质 operation是个非常好的方向 然后entrepreneurship 这个创业 这个呢 这个就看了 我觉得创业 这个还真是学不来 你要看机会啊 时间 然后accounting 国际的国际贸易 这个呢 我觉得亚裔学生有先前优势 因为他百零果 我当年读那个大学呢 研究生 那个学校只有研究生 在被收购之前 那个学校是全美 连续18年 国际管理最强的一个学校 我们的学校以前是空军基地 培养飞行员的 后来改成那个商科 专门做国际贸易 我们学校的话 那个专业特别强 但是后来也是因为这个运营不善 慢慢淡化 所以我那个学校能够 有这么贵的老师 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他给老师钱太多了 然后他运营不合理 然后呢 这个专业 我其实后来发现啊 你作为一个华裔背景 不管你是国际学生移民的 还是你后来孩子会讲中文 将来中美的关系 Longterm来看 两个体量太大 很难有那种完全隔离的状态 所以孩子可以利用这个优势 就是他的那个啊 中文很好 他的中国文化 也都可以中文不好 他对中国文化了解 他可以做两国 这个关系的桥梁 很多公司呢 非常想和中国有业务来往 不管是外包啊 代工啊 还是一些品牌合作 一些推广非常需要 所以说这个 我觉得家长不要忽略 不是以前那种 做那种外贸的 真的是做那种非常苦的外贸 就是做那种极装箱的 不是了 现在都是e-commerce 美国这个叫卫士的公司 马上要上市了 他实际上就是淘宝版 美国淘宝版 对吧 你要拼多多 一个在中国 比淘宝提债最大的公司 他在美国上市 很神奇 他老板是谷歌出来 就是这种 这种connection太紧密了 所以有的家长就要考虑 如果你孩子真的数学一般 然后 那个就是 比较 比较对中国文化 非常了解比较多 那这个专业真的是不错 就这个方向 加上这个方向 国际关系 管理就不要说了 这个也学不来的 需要实践 然后底下就是几个比较偏的 然后下面这个 我还是要提一点 家长的话 虽然我们这次讲 就一百多个家长 但是呢 我希望给家长一个界定 就是你这么定位你的孩子 对底下两个 你学个 你举个例子 你就去社会大学 学一个商科的那个大专 你也可以满足底下 就是你的身体的需求 你需要食物 对吧 那很容易 你基本上随便找工作就可以 美国有最低工资保障 对吧 然后呢 你要找个住所 那你要闲加州会 你不需要住加州 对吧 虽然德州太冷了 但是我推荐一个地方 亚利桑那非常好 非常好 便宜 而且气候特别好 就是夏天热点 因为每个家长不一样 我们家长里边有那些 从事真的是非常累的 拦领工作 也有真的是公司高管 或者是自己做创业粉丝 商量成功的 所以我们在给学资情的时候 我们需要界定 你们家庭的这个教育规划方案是什么 你们是预算多少 对吧 你们对孩子期望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综合了解你 我们我们的顾问 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规划 因为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 你如果非要去用一个遥不可及的欲望 去让你的孩子去push他 那大概就会不会开心 因为有些东西的话是很难突破的 如果这孩子本身不喜欢 然后家长又是又要求很高 就很麻烦 对吧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love and belongings 这个呢 从屋长来讲 那你说白了 我孩子就我觉得就完全好 没有冬天 这个华人也多 各方面我都喜欢 然后呢 那你真的要 希望孩子能去个中等天下的商权院 或者是来 我说的一样 学个理工再加上 因为你要想在微谷生活 他们说基本上 在微谷生活要30多万吧 但那前提是这个家里 这个人是得不了家里边任何帮助的 我看过一个表啊 可能很多家人知道 网上有个贴子 Market Watch 上面一个网站 他有 他罗列了 一对基础线的couple 加起来年轻30多万 他们的一个生活上 他们说每年就能剩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 后来我看了 那个是有毛病的 他们的 他们的生活lifestyle是有问题的 他们不省钱 他们存钱在 在41k 对吧 先存 然后呢 他们要定期旅游 要请baby sitter 就是老多你可以省的 就是我认为在完全啊 目前这个状态 如果你生活在东湾 二三十万 过得应该是可以的 非常非常好 当然了 你如果是真正白手起 家里边一点帮不了你 那你可能就要高一点 但是不至于那么夸张 要达到这个状态 你上课毕业 工作几年 到到到三十岁 没问题 十几万没问题 在科技公司 如果做到一个小中层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股票各方面 然后你的另一半 如果有工作的话 这个不难实现 我觉得来 我觉得中间这个呢 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 有一个房子啊 因为湾区已经是全美 几乎最贵的一个区域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上两个 就不一样了 有的家长 家里边不差钱 孩子呢 想自我实现 第一个是最高阶的 就是我实现自我价值 这个呢 就是可大 可以无限的大 拯救世界干嘛 都像比尔盖茨一样 现在就没事 因为他的努力 非洲一些国家 就免除了一些 大量的人的无辜的死亡 虐疾啊 一些一些一些病 这个就 这个就需要 你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 然后这个绿色的 这个esteem呢 这个家长也是比较知道 就是我希望respect 那有的人会直接变网红 对吧 你在tiktok上 在抖音上当网红 就可以不需要上学 但是呢 我认为 务实来讲 比较高的或者创业 作为公司比较有规模 那这个绿色这个层面呢 可完成度 还是稍微高一些的 不像这个蓝色 蓝色这个真的是 你要是在 整个社会的万分之一 这个层面上 你才有这个资源 去做这个事 不管是当官 还是从商 还是做非营利 还是民间组织 就这个是 我觉得家长的定位 你要问问 你要你要考虑一下 理性的来分析一下 你的孩子 将来你希望他有什么样的生活 或者他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能提供他什么样的资源 那我们作为一个顾问的机构 我们才好给你们做 做这个规划 这给大家提嘴啊 商科里边最赚钱的 总体来讲 还是还是在银行 目前来说就金融吧 不能说银行吧 科技行业呢 你商科的话进去很难 如果你本身没有背景的话 很难 咱就讲 如果因为今天来家长 基本上对商科产兴趣 所以我就默认 大概率是不读CS对吧 我叫商科 那那就是这个学校 为什么我圈下来 底下几个学校呢 就是ASU 这个学校呢 排名100多名 我当时特意推荐成在 在菲尼克斯凤凰城 他为什么会这么多就业岗位 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在美国 Top5还是Top10%的那个银行 里边上班的 不是普通的banker 是那种收入比较高的 白领 就他做了一个分析 在Lincoln上做的数据修集 纽约大学最多 因为他就在华尔街边上 他的 他的reputation非常的强 纽约 然后呢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这也有商学院 排名大概25到30之间 这个学校就是因为他在西南重镇 亚利桑那市的凤凰城 是美国的第四大Metropolitan area 第四大大都市会 还是第三应该是 比较大 他人口特别多 退休人特别爱起来去 所以他里边的银行特别多 西南重镇 他里边的银行行业 比那个 比德州要多 所以说为什么集中在这 包括Ohio State 在这块 他都有一定的区域优势 然后呢 这个剩下的就这个 所以这个是金锐银行行业 就是概率上来讲是这个的 然后这个呢 给大家看一下 不重点讲 大家猜一下 这个可能猜不出来啊 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讲了 这些公司都是美国最顶级的公司 各行里边的翘楚 输入非常高 这个学校的商学院毕业 起薪八万五 比MIT平均起薪要高 这是密歇根大学的 罗斯商学院 这个学校非常冷 学费非常贵 功利 但是呢 他的上课真的是很牛 他的申请非常的难 然后这是伯克利啊 伯克利的话 起薪八万四 哈斯非常好了 非常非常好了 非科技行业这么高 已经非常夸张了 我们是这两年科技行业太夸张了 所以很多家就误以为 好像毕业期是一问 非常非常难 很多人一辈子这么要这么多 年薪 因为科技行业太夸张了 他的股票 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 这个这个啊 体量的增长 这个是无 这个是没法复制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Marshall Marshall的话 基本就是这个专业 就是南加大的 他的毕业期应是六万四 Marshall很有意思 他可能比较实在吧 他竟然是用了平均薪资 他没有用中位数 中位数的比较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这么这么诚实 Marshall最大价值 因为我们在团队参观过Marshall 他们一直在鼓出一下 南加大的校友网络非常强 我们去年有一个学生 也是我曾经的室友 他呢是录取了 ConnerMBA和南加大MBA 最终他他他目标就是进藤 因为在国内有个藤校联盟 他在国内想发展 结果他就选择南加大 因为客服体验太好 里边的校友网络 里边的呃就是 入学前的见面会 把他打动了 非常打动 他和他太太都都去就读了 那个南加大上学 所以很有意思 就是上学院的话 那种体验 还真的和排名不太一样 这个呢时间有限 我就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家长可以截个屏哈 就是如果你的孩子目标 是top business school 最顶级的 business school 那首先他对赚钱 也很有兴趣 很有天赋 他喜欢 他就对这个赚钱本身有兴 他不定爱花钱 他爱赚钱 然后呢成绩要好 数学要好 像千万不要与学商数学不好 如果你要去顶级上学 你的你的数学要非常强 写作非常强 因为商科的表达 你就是管理 管理工作 如果一个管理管理者 你的口材不好 你的这个写作啊 其实口材无所谓的 主要是写作 写作能力 因为你要内部邮件啊 久力的公司 被一些媒体给歪曲了 你怎么反击 你的你的文字把握能量非常强 然后呢 底下这几个就是软实力的 要灵活有创 因为商科是个非常灵活的东西 它不像一个科学 你要做大量的实验 你要follow的procedure 不是的 商科就要反应极快 你要抓住这个市场的脉搏 和机会去投 去投资 然后呢 中间党的这个 Binning School 赚心有天赋 有天赋就可以了 热情不需要 就是天赋所谓的天赋 就是说 他做什么都比较容易成 然后成绩就转得弱一些 就可以 然后lower tierBinning School 可能100开外 可能是不见 名不见证的小学校 无所谓 但是有一点 我不是开玩笑 如果你担心孩子大学 比不了业 你就选一个排名 比较低的学校 里边的上科 一定好毕业 因为上科数学 要求不搞 一些比较弱的商圈 他的上科甚至不要微积分 他真的统计学就可以点 统计学数学的话 只要object数就可以了 然后右边呢 类似的英文的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 一个tetalk 他里边说的哈 你这个人投了几百个公司 很成功的在硅谷的一个VC 他说他做了一件 样本对比 他发现啊 一个人成事 最关键的一点就一点 就是timing 不是团队 不是商业理念 不是这种天赋 是timing 你做的事实际合适了 就行了 就像 就像做手机做车一样 就是排名合适了 很有意思 然后知名商圈的 这个录取标准和剖析 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有一些误导 但是还是比较全的 宾大 去年的录取率大概是10左右 这个是前年的数据了 然后商圈只有6点几 MIT就不要讲都是7 伯克利就数据是误导性的 他说伯克利的商考量录取率 只有4% 实际上不对的 他的MBA大概也是 这个数据是比较对的 他的本科比这个高 然后呢 他的本科大概是这个数 然后呢 纽约大学表面 现在已经降到20%以内录取率了 他的商考会更低 卡内基梅隆 反正这数据都有降 但是给大家告诉一点 商学院的话 录取率确实是比他学校本身要难 同校除外 就是MIT那个学校除外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是 如果你想你说我还要去伯克利 我没法负担这个外州的学费 你去伯克利之后呢 你通过大一里边转到这个 商学院的Major 你的概率还是可以的 我算一下 如果你不是社医大学 你是UC伯克利本身的学生的话 30%能转进去 前提你的GP要够高 平均GP3.76 最底下的GP GP的3.33.4 UC伯克利GP不是那么好拿 家长就知道 就说你到底是确定想去一个上学院呢 还是我就想去伯克利 不上学院我也行 因为如果你的孩子只喜欢学商 如果你去伯克利 没有转进上学院 那可能就比较亏了 他毕业可能会有challenge 然后他可能学了一个不喜欢专业 可能要花你两年前读研究生 对吧 所以这个也要考虑清楚 然后Ross 为什么我说 为什么 包括我们最近上有个家长在咨询我们这个关于上这个下校的申请 因为他们就是比较慌吗 想申请下校 就问我们一堆项目 实际上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内部有个database 很多项目没法分享 那是我们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我们花多年整理的 我们分类的 我们不能给 但是我可以告诉家长一点 我说家长 您在派每一个项目好和坏 含金量高低的话 你就看的事情难度 越难越好 就这么简单 这话我觉得可以承担这个责任的 越难 事情难度越大 推荐性要的越多 写的assay越长 这项目越好 所以他不确认 然后这个呢 密歇根大学 他要写四个additionalassay 除了他的common app 他要写四篇additionalassay 然后底下呢 他有个portfolio 你要做一个case分析 你要教一下自己过去做的一个商业计划 这又另外两个assay 我们的学生跟我们申密歇根商学院的时候 我们是算两个app 两个application 申请他本科是一个 申请商业又是一个 所以真的是很难 然后呢 但是呢 他80%以上是本科录的 就说转学够呛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一些how do you access candidate 六个点啊 这是这是这是沃顿的 为什么用沃顿的还是那句话 沃顿代表的是商业的商商学院录取标准最高的 几乎是然后呢 大家用这个来看 如果你能按这个标准来要求 来来规划 来来做自己的课外活动 别的商业都不用愁 沃顿对男生 别的都可以 然后呢 成绩点不用说了 标化 再被淡化 推荐信 哎这个就是你的情商 你上课老师的互动 你怎么 你的personality 你的非学术的活动 那就是你的课外活动 我们四年的规划 孩子做什么活动 什么兴趣 怎么凸显你的领导力 然后领导力非常关键 好的商业培养的是leader 学商的话 他越好多商业 他要的是leader 就像哈佛一样 他要的你不是来 找到做扑扑通通工作 他希望你有impact 不管你是一个writer 不管你是一个做生意的 还是做非盈利的 还是政府 他希望培养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社会里边的 也不能说精英 领军人物 领军人物 他们是要有社会责任感的 然后呢 personal maturity 这个非常简单 这个你能看出来 你从语言中能看出来 这孩子的成熟度 就他最自我了解 哈斯 这个就很多了 我就告诉大家 哈斯里边出的第一条 是成绩 别的全是软实力 全是你的课外活动和文书 文书是课外活动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影射 同时呢 是孩子成长环境 和他这么多年的这个阅历的一个体现 哈斯的mission factor 50的grade AC 我们这个有一代伯克利的同事啊 他就他他他他 他也是在很多哈斯的朋友吧 他就说啊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很多国际学生啊 GPA几乎完美 包括一些ABC孩子 他就卡在这个 ABC和Redmi 和那个就Redmi还有个面试 哈斯有可能会面试 就是大部分录取的人是有面试的 那就软实力嘛 就很多这个呃 这个人文音乐在里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常有的一个图 就是他就这么看 和刚才 为什么给大家看那个学校的标准 学校标准和我们总结的这个倒三角是一样的 它就是一个funnel 然后呢 是越往下筛的人越少 就这么简单 因为GPA高的已经是把学校里边一大半人筛掉了 然后再标化 然后再课有活动就全拿掉了 然后呃这个课呢 这个我就给大家有点早 只是给大家提个想 如果您真的是说 哎呀 我我孩子想学上课 但是我没有这个budget的去去外州读私立啊 或者是去外州读公立 那我就想去UC 我不读上课 我就想拼下上课 我想转进去 可以啊 这些课你要确定你孩子拿下来 呃 经济微积分统计 English English就两节写作课啊 就是就是高中的EP课 你要四分五分以上 还有会计会计这课不太容易啊 然后还有principle bint 这个都无所谓 所以这个家长看一看 就是我建议啊 如果您的孩子真的是喜欢上课 想学上课有这个天赋 还是一步到位走上线的好 因为花四年的学费啊 你不让他学一个他不那么喜欢的专业 因为四年的本科教育 对这个孩子的整个知识架构 呃培养呃构建非常的关键 研究生的话稍有点晚了 而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自己的规划路径 我们在不同年级的孩子 我们会安排不同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agenda 然后还有我们的highlight都不一样 这个呢就是整个 咱刚才讲的所有东西的一个一个综合吧 就是实际上中间就是你的目标 那你这四个地方都不能差 怎么佐证我们这个判断对不对呢 大家请看啊 我们上次讲座已经提了一次 就是哈佛搜索案里边 揭露的这个录取的信息 他是这么平的 一分是最好 四分最差 假如说上你的孩子 哎 我们是在一个加州最好的高中 我的成绩权 我是学有的validatory 那就是一 如果你在同样的高中 我的成绩是一堆cqd 你就是五或者四 你就一开始被刷掉了 所以他录的人里边啊 分数分数的话 是属于平均分在一的 这帮小孩 非常非常少 只有94个 录取率百分之百 哈佛一届收1800多人 对吧 录的时候录的也还多 就是你想想这概率多低 也就是说 你在任何一个领域 刚才这个领域 你都要做到top 就是说 推荐性要非常完美 GPA要不错 科学活动要非常突出 非常非常 项目含量很高 考试要很高 这几个加在一起 就会就会是 你录取的一个立体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是 听的是中间的大多数 那你可以降低这个标准 每个地方就降低一点 都可以 如果你的目标就是说 我孩子就可能 二零级GPA 标话也不高 我将去个大学 那推荐性可以忽略 课外活动可以少一些 但是成绩得好 或者成绩弱一些 课外活动好一些 来balance 然后最后给大家分享 几个quick case study 我们过去的几个学生 去年最近的一个Eric 这小孩呢 他对赚钱很有兴趣 他自己好像捣衣服 炒鞋吧 去年 千年了 他今年已经入学了 在在USC读了一半年多了 他很灵活的一个孩子 非常非常的情商特别高 然后呢 我们帮他申请进了UC Marshall 但是他是这样 我们当时说的 他具备应酱成绩不够 还是直接 因为他的活动 还是不那么多 他的很平 我们IC里边给他stretch一下 我们就申请了Marshall的 不是 申请了南加大的一个 非Marshall专业 录进去了 但是孩子比较精 他呢 和校友面试的时候 联系了人啊 就问一下能不能转进去 校友说 Marshall有个政策 如果你在入学前 你可以联系一下招生官 有可能转进去 他真的联系了 还真的能转进去 就这孩子等于是 一路绿灯 最后自己发个邮件 转到Marshall去 Marshall是有这个政策的 比较tricky一点 当然他本身的 他们会评估 会看 这孩子做生意 确实比较有天赋 对钱非常 非常非常 sensitive Sandy呢 是这个早一点 四年前的case 孩子成绩很一般 南湾的Montevista 3.72 我们做进了NYU Stern 上学院非常强 他也是 商业上的表现力的天赋 在TG Max 卖信用卡 就那cashier嘛 你交钱的时候 他说要不要办个信用卡 他就比较会说 他是某某两个月的 信用卡销售冠军 这个事不值得一提 在大人世界里边 但小孩里边 非常有成就感 因为他比别的 还做多了一步 但是呢 这个case 我想给他说什么 那是四年前 如果今天再有个孩子 3.82 我都不敢要他录 因为四年前 UC NYU的录取率 在35 33左右 30 现在已经百分之十几了 纽约大学 今年录取率 有可能会百分之十 二十一 就那么恐怖 确实就那么恐怖 实际上已经变了 Wiki 我们以前设计大学 转学的case 转到南加大 现在已经在硅谷 已经在硅谷 一个公司里边上班了 他就是在 eBay和淘宝上开店 非常有生理天赋 这个孩子 生技也不好 但他是有个优势 他读的设计大学 所以他 就是设计大学的话 名额 就是这样 UC Berkeley和 南加大 这里加入大学 他们的商学院 是 是优先给 本校 转学的 还有设计大学 转学的 外州 四年之强 转他的上学院 几乎不可能 国际学生 更不用想 所以说就是家长知道 就是说 如果你是设计大学 反正还行 就是转的话 他会有这个名额 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 大家的参与 也谢谢笨老师 今天对于上科 这么详细的讲解 那之后家长 如果还有 另外的问题 我们今天没有回答到的 欢迎您加我的微信 可以扫描屏幕上 我的微信二维码 或者是电话 Email 联系我们都可以 那我们每周六晚上 八点的讲座呢 会如期跟大家见面 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 那谢谢大家的参与 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 那大家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